大家好,我是刘亦 这个季节的韭菜特别好吃 而且味道也很香 今天就用韭菜、绿豆芽和青椒搭配 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 而且又好吃的家常菜 鲜香脆嫩,胎胃下饭 关键是经济又实惠 三块钱就能炒上这么一大盘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来准备一些绿豆芽 这个一定要挑选新鲜水分足的 吃起来口感才好 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把头尾掐掉不要 做出来看着更有食欲 接着倒入一个大点的盆中 放入一小勺的食盐 放入适量的白醋 再倒入多一些的清水 这样能起到杀菌和消毒的作用 绿豆芽在食用之前 建议大家最好是通过浸泡 这样能够很好地去除一些其他残留 而且吃起来口感还好 再来准备韭菜 最好使用这种细韭菜 吃起来味道更香一些 也就是农村的土韭菜 再把这些不好的和黄叶子 一定得去掉不要 然后放入水中清洗 再准备一个青椒 也放入一起清洗干净 这个季节的青椒和韭菜一起搭配 吃起来味道 特别的清香 而且还增加一些辣味 吃起来特别的开胃 清洗干净后捞出空干水分 接着把青椒的地和纸去掉不要 再用刀拍破 然后从中间片开 再切成细丝 这样在炒的时候 更好成熟和出清香味 切好后装入盆中 少许的红辣椒切成细丝 这个主要是搭配颜色 喜欢吃辣的切上一些小米辣 没有的切上一些胡萝卜丝也可以 再来切韭菜 把韭菜头的位置一定要用刀拍破 炒的时候成熟才快 然后改刀切成段 切好后和青椒放在一起 少许的生姜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大葱一节切成葱丝 切好后装入盆中 接着来调个料汁 小盆中放入适量的盐 小半勺的鸡精和胡椒粉 少许的白糖中和味道 体鲜味 一勺的生抽酱油 一勺的米醋 少许的芝麻香油 再放入一小勺的土豆淀粉 倒入少许的清水 用勺子慢慢的搅拌化开 这样在炒的时候味道更均匀 而且还不会舍光搅乱 绿豆芽通过几分钟的浸泡 然后再清洗干净 可以看一下通过这样的浸泡 色泽特别鲜亮 而且吃起来口感还会更爽脆一些 捞出后放入菜框或者是漏勺中 把水分一定要控干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烹饪 把锅底的水分烧干后 倒入适量的植物油 将把锅润透 再放入少许的猪油 这样炒素菜 吃起来味道就会更浓香一些 如果是吃纯素的朋友 就不要放 油热后 根据个人的口味 放上一些干辣椒段 和少许的红花角 炸出胡辣味后 再放入姜葱 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 控干水分的绿豆芽翻炒 这时候如果是家庭小道 一定要把火开到最大 炒绿豆芽 大家一定要记住 全程保持大火翻炒 这样减少出水 沉水又快 吃起来口感好 翻炒大概40秒钟左右 炒至绿豆芽 七成熟 接着倒入 切好的青椒和韭菜 继续保持大火翻炒 炒出香味后 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下锅前一定得搅动一下 继续用勺子快速地推动 炒匀料汁 炒至枝干粘稠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 炒出来 味道特别的香 关键是营养还丰富 很适合夏天吃 清淡又不失营养 吃起来开胃简易 不管是下酒还是下饭 都特别的不错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